國外科學團隊在2018年發現 西伯利亞湧動土中一種被冰凍的線蟲 融化之後竟然奇蹟似的恢復生命力 初步研判新品種線蟲在湧動土中沉睡了4萬6千年 將有助未來研究生物如何在極端環境下延年一首 西長生區不停扭動 這可不是人體內寄生蟲 而是在西伯利亞新發現的線蟲 在土壤內沉睡上萬年 讓科學家高度關注 由俄羅斯德國等多國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 2018年從西伯利亞湧動土挖掘出 這一種結凍狀態的線蟲 融化後竟恢復扭動 初步研究線蟲休眠狀態約4萬6千年 是目前已知休眠狀態最久的生物 竟然發現刊登在美國公共科學圖書館遺傳學期刊 目前研究團隊以繁殖數千隻也確認是新種現蟲 將有助於研究生物如何適應炎庫環境 以及如何在休眠狀態下延年益壽 現蟲冰凍萬年存活關鍵 有望讓未來人類壽命延長不是夢 但國內生物學家提出警告 雖然對科學發展樂觀看待 但學者也擔憂新品種現蟲 是否會對環境造成不可預期的影響 將成為未來研究人員面臨的一大挑戰 記得綜合報導